一集心得就是来稍微介绍一下 我所看的2024年等级日剧 并且写下第一集的关后心得 最后再给作品打上分数 心得都是很主观的哦 有任何想法都欢迎留言分享 废话不多说 开始 大树的爱 Returns 春天和阿木终于不在远距离 两人开始新婚生活 但却困难重重 一起煮饭 一起打游戏的梦幻生活都破灭 两人因为琐碎家事吵不停 激凌崩溃的他们 决定请家政专家清扫家里 分担压力 原来家政专家竟然是 已经退休的黑者部长 本季最期待的就是这一部 原本以为林前都不会回归了 但他回来了 2018年开播第一季 讨论度相当高 捧红了双主角 大树的爱睽为五年 推出新的一季 消息一出 让许多粉丝惊喜连连 看到这张海报 我就不小心笑得出来 第一集的确没有让我失望 一样好笑 一样可爱 一样甜 这一季着重在新婚生活 春甜甜和阿牧的同居生活 碰到了挑战 家事的分工 与工作的繁忙 该如何去取舍 怎么去调试新婚生活 我觉得是第一季的大重点 新婚生活就是成为家人的起点 两人交往需要磨合 住在一起更是如此 本季增加了两位角色 金普星和三普祥平 第一集对他们的印象很深 都超好笑的 尤其是金普星 外表粗犷 但是很谈笑 真的超可爱的 大叔的爱不看可惜 第一集我可以打 把颗星 因为你把星给了我 逢原雨 因为名字的关系总是被孤立 慢慢编的自卑 没有自信 早夜太阳的出现 彻底彻底改变了雨的人生 两人在八年后相遇 他们还记得有一个未完成的约定 这部剧的题材很像电影 感觉再一个小时就可以演完 我还真的没有想到剧情会是那么的虐 看到前半段以为只是有遗憾的感情 后半段整个大转折就是在虐观众啊 孤独的两人互相拥抱 互相给予力量 前面我觉得还蛮平淡的 到了后面开始出动到我 也不小心哭了 女主角的自卑心态有一部分和我很像 如果你也是没有自信的人 看了会很有感触 不得不说 三田玉柜和永远亚裕的演技真的有够厉害 虽然三田玉柜扮演高中是蛮违和的 永远亚裕的枯细美的像一幅画 带入感超深 这部剧用了反译词 还有反差色调 可以让观众加深印象 像是雨、太阳、冷色调中的红色元素 我蛮喜欢这样的安排的 如果你觉得生活太平淡 可以看这部剧 看完会梯子好 欸不是啊 喜欢乐中带点甜的朋友可以看 请备好喂要 因为你把心给了我 第一集5K的七颗星 隔壁的护佐姐姐 照护辅佐员细心的照顾病人 默默守护他们 新人护佐音婷琳 没有办法像医生一样拯救病患 但她却有非常多的医疗知识 用敏锐的观察力判断疾病 但她的行为也时常干扰医生 有一种恋爱可以持续到天长地久的既视感 高人医生配上开朗乐观的护佐 但这部添加了悬疑在里面 不是纯爱剧 穿绒林爱非常可爱 剧中的一些OS也很好笑 高三生之后天年演过医生 今年再次担任医生 我还是比较喜欢写实一点的医疗剧 护佐察觉病患的影集 真的就只缠那一张医生执照了 小林的大秘密蛮吊人胃口的 海报左边的毛玻璃增添神秘感 隔壁的护佐姐姐第一集我可以打六颗星 客厅里的松永先生 高二的梅吉因为不想转学而搬到舅舅经营的家庭公寓 室友有男有女不同职业不同年纪 梅吉一开始不适应他在松永的照顾下渐渐融入 有着年龄差的两人开启童虚生活 会发生什么趋势呢 我觉得很多地方值得吐槽啊 但是中岛见人真的太帅了 我只好接受 如果你喜欢酷酷摔摔摔才好 喜欢臭脸但很热心 有时候不知道他在冲三回的男主角 可以观看这部作品 客厅里的松永先生第一集我可以带五颗星 这心得好像有点短 我很喜欢你 那你呢 热情亲切的荣芝是一家居酒屋的老板 不只手艺精湛和客人的关系也很好 某一天店里来了一位戴着眼镜 个性认真的上班族 总之对他一见钟情 第一集的节奏超快的啦 配个饭笑一下就啪美了 和昨日的美食一样 以美食带出人和人的关系 剧情设定在居酒屋 居酒屋就是维系感情的好场所 主角之一的检秀集 我是因为这部剧才认识他的 原来他是特色剧出身的 我觉得检秀集在 我很喜欢你那你呢 里面的表现很棒 让我意向很深 帅个性随和热情 看到他的演绎会会心一笑 想看轻松有美食的话 推荐你看 我很喜欢你那你呢 第一集我可以打 七颗星 再会指挥家 年轻就待在海外的天才指挥家 项目俊平 五年前的一件事情 让他不再实习指挥吧 和家人的关系也渐行渐远 某一天 项目俊平为了一个地方乐团回国 他必须要和五年没有见面的女儿一起生活 和心爱音乐的他相反 女儿非常讨厌音乐 平行时空底的食郎 有两个孩子还不愧煮菜了 上季能够看到西岛大树 这季又可以看到他 太幸福了吧 我真的被他杀猪的表情给笑歪 这部剧的演员阵容 超赞和加分 第一集最后的结尾太吓人了 天才音乐人的题材 不会很特别 也不会到乏味 要看编剧想在这里加入什么 再会指挥家用音乐来弥补 亲情 养个停止的人 该如何前进 就先跨出那一步吧 尽管只是一小步 音乐题材都非常生能量 曲子鼓舞人心 就像命运一样 我们注定都会爱上 2024年冬季日剧 好像蛮多爱情类型的 蛮特别的是 本季有虐行的爱情剧 相比一些甜来甜去 偶尔来一杯黑咖啡也不错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喜欢的话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我是Kimi讲 希望你们明天有个美好一天 好 谢谢观看 金带